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英国冬奥代表团14日 在抖音国际版 发布了一条英国钢架雪车运动员 马特·维斯顿 打卡北京冬奥村餐厅的视频 引发上万网友关注 视频中 马特展示了他在北京冬奥村餐厅取餐全过程 无论什么时候来餐厅 你都应该先看看有什么 要不然最后容易拿五盘食物 因为可选项太多了 马特两次强调 北京冬奥村餐厅有很多种选择 在他看来 免费咖啡是最棒的 烤鸭是最好吃 逛了一圈 马特要了咖啡、炒饭、包子 以及两叠烤鸭 他最后还指着烤鸭对着镜头 比了个OK手势 2月6日 英国运动员展示自己参加 北京2022冬奥会开幕式经历的Vlog 在国外火了 视频中展示了住宿、通勤、饮食等内容 网友围观热议 评论打脸BBC 首先是英国队官推放出了卧室照片 评论区立刻有人表示 也太棒了吧 好歹这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床了呀 英国冰翘队 甚至做了一个带有冰敦敦和雪融融的赛程表 也太可爱了 奥运村内有不少课外活动 部分英国队员选择了书法 既可以体验浓浓的年味 又可以顺便偷学一点汉语知识 以后文身就不太容易被骗了 没有汉语基础的都能写成这样 就想问问手机屏幕前的大宝贝们 有多久没写字了 近距离感受一下 真心不比咱们大白写的差 这一撇一纳还有笔风呢 评论区购物清单吧 啤酒 啤酒 巧克力和啤酒 队员们展示了英国国家题材 给队员们准备的奥运行囊 内含充电宝 iTunes 代金券等小对象 这个设计让人看到就自动念起来了有没有 接着帅哥拿出了国家发的万能清洁喷雾 并和队友讨论是否可以用于个人护理清洁 再来NHS的新冠快速测试盒子 除了必要的生活行头 小哥还翻出了防晒霜 英国队凶章 减压球 甚至呱呱乐 小哥立刻刮了起来 最后赢了两英镑 冬奥村日常打卡 选手们惊喜地发现了家乡特产Costa 开幕式出场自拍 第一人视角让大家身临其境 有多雪橇运动员 发了个多图ins 走进鸟巢 北京2022第七天 奥运会开幕式 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始了 鸟巢walk超赞 我对鸟巢的记忆 源自2008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 鸟巢重来不让你失望 据这位女子冰锹选手的消息 在出场之前 大家其实是在非常温暖的室内等候的 这也就是说 国民首个汉字笔画少的几支队伍 就比较悲催了 最让英国队兴奋的是 等候入场期间 竟然有好吃的 酱竟然是室温 教练组的这位 则彻底爱上了VR游戏厅 果然男孩子长多大 都是男孩子 有多雪橇运动员 给大家拍了不少美照 不得不说作为男生 这照相技术很可以了 英伦冬日休闲男装 米自其高领文化衫 搭配西裤皮鞋 又严肃又活泼 就算是戴着口罩 也知道要给女同事找角度 这样的男孩真的是宝藏了 也许不少人还是觉得 如果气场不够 穿这种大logo大标志的衣服 会不会显得很傻 其实不然 像这二位速滑选手这样 搭配深色外套和毛线帽 时尚杂志的街拍感 这不就出来了吗 这里披萨的味道很好 我很想知道厨师是怎么做出 这么地道的披萨的 我还喜欢吃饺子 虽然比赛的时候 我会吃特定的食物 但是比赛之余 我特别喜欢吃饺子 31岁的意大利速滑选手 弗兰切斯卡 洛洛布里吉达 爱上了中国的饺子 我来这儿以后 大概吃了200多个饺子吧 正是吃了太多饺子了 我从山上训练回来 就去吃饺子 参加单板滑雪 女子大跳台项目的 美国运动员 朱利亚·马里诺说 离开的时候 可能要胖十斤了 挪威运动员 菲利普 菲伊尔德 安德森 虽然没给出 最爱的美食名单 但长在身上的肉 难道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 2月8日 斯洛文尼亚选手 蒂姆·马斯特纳克 获得单板滑雪 男子平行大回转银牌 他表示 如果没有新冠疫情 我认为北京冬奥会 是最成功的冬奥会之一 各项组织活动都非常好 所有的事情都很好 中国真的做得很好 冬季两项三金得主 雷赛兰 我认为这里一切都非常棒 尤其是赛场设施 无论是雪道 靶场 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非常享受在这里的比赛 在2月15日的比赛里 中国选手古爱玲和苏一鸣 获得了冰雪项目的银牌和金牌 目前这两位选手 都获得了一金一银 表现非常出色 但派出了50名选手的英国队 依然没有任何斩获 传统强项冰湖 贡献金牌最多的花样滑冰 近两届冬奥会的金牌毒苗 刚驾雪车 全都杀鱼而归 金银筒全部挂铃 而在最近 英国媒体BBC盛赞了北京冬奥会 并且表示 希望未来中国 能够再次举办一场奥运盛会 BBC一直以来 都对中国的发展视若无睹 并且认为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 出现了很多不平等的事情 并且发展非常的缓慢 人民遭受着巨大的磨难 BBC疯狂抹黑中国的目的 其实也非常明显 毕竟中国的发展 令他们感到眼红 BBC著记者麦迪文 在推特上发表了 他关于北京冬奥会的观点 称因为疫情 奥运场馆没有坐满 言外之意 现在进奥运场馆去看比赛 看运动员 就成了特权 赢一句洋一句的批评 中国不学西方躺平 放开闭环管理 导致奥运会不热闹 冬奥会开幕前 BBC拍摄的一段 北京市民享受冰上运动的影片的字幕 由于疫情原因 公众无法购买赛事门票 只有被邀请的观众才能入场 而在影片的结尾 麦迪文说到 他们 北京民众 相信官员能控制住新冠疫情 然而 目前我们尚未看到 奥密克戎在这里真正爆发 所以这可能会带来改变 最后显示的字幕是 奥密克戎正在逼近 之前 麦迪文因为拍摄探访疫情结束之后的 武汉的纪录片 被网友嘲讽用了 阴间滤镜 还曾经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 向发言人询问 乌合麒麟讽刺美军在阿富汗 袭击平民的漫画 是否是干涉他国内政 一名普通网民用不带情绪的话语 向麦迪文提出建议 作为记者 你应该客观理性地报道 让读者看到真实的新闻 而不是仅从你自己的立场和意识形态出发 没想到却引来麦迪文的警告 如果你还想关注我的话 就不要管我的工作 我继续回复他 既然你在监督中国政府 那么我们作为读者监督你也是公平的 麦迪文回复说 最后一次警告你 然后就被他拉黑了 如今 英国已经不再是日不落地国 发展每况愈下 完全没有办法和正在繁荣发展的中国相比 因此 BBC为了打击中国人民的热情 疯狂抹黑中国 并且用一些特殊的拍摄手段 对中国当地的风土人情进行批判 以此来达到全世界抵制中国的目的 然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非常雪亮的 在这次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后 全世界的观众都感受到了中国冬奥会的魅力 并且对中国目前的发展非常惊讶 在世界各地运动员都进行表态之后 英国媒体BBC也不能继续执意抹黑中国 毕竟如今中国的发展已经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同时 英国媒体BBC也被北京冬奥会的各项举措所打动 并且在文章的末尾 还希望中国未来能够再次举办一场奥运盛会 BBC态度的转变 令中国网友感到非常惊讶 没有想到英国媒体界居然也能有改邪归正的一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